哈喽大家晚上好 娱乐沾不求迷信 然后我们今晚来测一个 就是紫微星 它的原神给他们下来 是总共给了多少能量下来 子男跟子女 然后还有再看 就是目前的子男子女 他们把这些能量消耗在哪里了 然后再看他们那个 紫微星男女各分了多少能量下来 就是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他们俩 这个感觉就是先看 紫微星的原神 给了他们多少能量下来了 给了原神的百分之八十的能量下来 除了一个就是高位需要的能量 地位不需要的能量没有给他 一个是来救大家的一个能量 让大家走向光明的 重生的一个能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了一个 转能顺往让这个 这个能扬升维度的一个能量 就来 让地球彻底做一个提升的一个能量 就给了百分之八十能量下来 那么子男跟子女目前消耗在那些方面 消耗消耗在地球上的子男子女 消耗在人类的一个 就这些恐惧不安的黑暗 黑暗面的能量 就出来的能量消耗在这里 还有 这个肯定是 这个黑暗四面也有嘛 也是消耗在 把大家纠正过来的一个能量 还有就是他们消耗在这个传道授业 就是用施舍 可能就是去纠正大家的这些方面 实质上的做了很多这个传道方面的事情 应该是做了很多这种文字啊 这种纠正到正能量的这种状况的这些消耗啊 未来他们还有很多这个要做的 就是把人类找回自我 不要在那种低频能量中转啊 所以就是让人做回自我 未来他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他们消耗了不代表就是没有了啊 但是会这个整理一会儿 他们又会恢复啊 这个消耗也没事啊 还有就是指南跟子女这个牌 看起来就是子女的牌 这指南的牌 那么他们的原神给了他们各多少能量 就是百分比啊 这个巴士里面分了50%啊 这个是啊阴阳平衡的啊 所以还有就是啊 男性是浅 女性是坤啊 所以的话 这个也是感觉到了啊 然后嗯 都是一种平衡的状态的啊 那他不平衡也不可能去 对吧 男女要平衡 阴阳平衡啊 所以的话 才会能好好的在这个地球上 做一些旧事的这些事情 阴阳不平衡也可能也不会叫他们来 好 然后这里感觉 对吧 男士是 好有实质物质上的一个 的能量的一个救赎的感觉 好 就是可能会带领很多人 把这个物质也可以物质 但是把物质 好带成这个一个能量 好 就是变成精神方面的一个 好赚钱 好 就是说用能量去赚钱 好 男士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 好 还有女士所做的就是把女人 好 也可以平衡家庭 也可以去 好 去做女强人 好 但是同时他又是 把就是子女是要 好 要把女人也可以回归家庭 也可以去战场 好 可以去商场听 好 赚这个钱 好 就是说 所以说他们都是好 好像是来救赎这些好 男女的一个能量的啊 因为人类的男女就是夫妻的 这个阴阳的能量也没有平衡啊 男人要做好前道 女人要做好婚道 所以这个也是注定的啊 所以的话有子男子女是正常的 所以他们两个 为了带领的就是男女的阴阳平衡的一个提升 好 然后这个的牌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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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